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迪丽热巴,外贸协会的代表还是实力派演员。 迪丽热巴,一个名字,在近年来成为了中国演艺圈的一道靓丽风景线。 凭借着出众的外表和过人的演技,她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了众多电视剧、电影的主演。 并且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,成为了国内外知名品牌的代言人。 然而,迪丽热巴的成功并非来自于天赋,而是来自于她的不懈努力和坚持不懈的付出,同时也有着她不为人知的情感故事。 迪丽热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,是家庭中的独生女。 从小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和美貌,然而,她的家庭并不富裕。 为了让女儿实现自己的梦想,迪丽热巴的母亲付出了很多。 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母亲就带着她去参加各种模特比赛,为她打开了一扇通往艺术领域的大门。 在成为一名演员之前,迪丽热巴曾经是一名模特。 她在校期间就开始了自己的模特生涯,曾经获得过多项模特比赛的冠军。 并且在2010年获得了新疆地区模特大赛的冠军。 之后,她被多家时尚杂志相众,成为了他们的封面人物。 正是在这个时候,迪丽热巴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之路。 2013年,迪丽热巴参加了电视剧《花千古》的试镜,获得了女二号的角色。 这是她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,然而,她却表现出了出色的演技,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 之后,她陆续参演了《独步天下》、《鹿顶记》、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等多部热门电视剧, 并且获得了众多奖项。 然而,在迪丽热巴的演艺生涯, 中,并非一帆风顺。 她曾经在街拍电视剧时,受到了很多的质疑和批评。 甚至有人认为她只是一个花瓶,只会靠着自己的外表来吸引观众。 然而,迪丽热巴并没有放弃,她坚持了自己的梦想。 并且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学习,提高了自己的演技,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 除了演技方面的付出,迪丽热巴在感情方面也曾经历过一段波折。 她曾经和男演员陆寒传出绯闻,但是最终两人并没有在一起。 在之后的几年中,迪丽热巴一直单身,并且坦言自己的焦点一直放在了工作上。 直到最近,她才公开了自己的恋情,和男友公开秀恩爱,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。 在迪丽热巴的演艺之路上,她付出了很多,但是也收获了很多。 她不仅成为了一名演员,还成为了一名艺人,甚至还成为了一名慈善家。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,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尊重。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,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,并且不断努力,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。